那个邻居拿着钱过来找我们书 这是你们家羊的钱 今天又是下着雨的好天气 只要下雨对于我们牧民 对于草原来说就是好天气 今天是个好日子 跟弟弟去看牛羊 看前面那个云下来了 就证明那块下大了 因为我们牛羊就在这前面 这块是一个小坡 上来了之后就能看得看得到了 云塌下 天塌下来了 压着看起来很大的 再这样就好 废物 今年打蝗虫的那个飞机还没有下了 哇 蝗虫又又又又多了 蝗虫多了之后 早上都不好 我们的羊群跟马群在这里 牛群应该是在那块 虽然手机拍着不是特别清楚啊 但是我们通透度还是可以的 然后我们肉眼就能看到 我记得这个牛羊 因为草场太大了 所以我们还是得去 就是靠近了去确认一下 到了夏天之后呢 牛羊都撒开在草场里面 任意的吃草 但是这个时候呢 我们因为夏天活不是那么多 自己来两三次啊 一天来两三次草场里面去 看一圈就够了 不需要雇人去放羊 不需要牧羊群 而且我们这三个狗 基本上所以可以算作为废物了 他们也训不好 而且现在也没有狼 都有铁丝网围着 要是我们家的草场的话 都有铁丝网隔开 这个分界线 所以我们特别清楚的能知道 这是谁家的地盘 这个铁丝网拉的 只要够紧实 网子好的话 都不会有乱窜的 这个现象也不会丢 而且我们周围的 这个其他邻居也特别的好 有一次我们家一个小羊羔 跑到别人的邻居家 草场里面去了 然后羊群当中 他混了一年多 最后是好像是被卖了 被卖了之后呢 那个邻居拿着钱过来找我们 说这是你们家羊的钱 所以说邻居也非常的好 飘移 下的是可以的 虽然不是轻盆大雨 但是细雨蒙蒙当中 就可以了 我们家有两群马 我们别是不同的二马子 然后怎么辨别他们呢 就是我们打马印的时候 大家也看到了 我们家一个横着去打的奔驰标 走块上面都能清晰地看到 我们家的一个印记 哇 跳得还真大 河边的话 它河套这个下面是他们建的 所以我们过来确认一下 有没有牛羊 留在这儿了呀 谢谢 哇 风情真好 还有鸟叫声 还在玩开心吗 这应该是小可可第一次来河边玩 终于看到我们家牛了 大家都说我们这草场我们特别大 怎么去管理确实是 大家这边看到铁丝网吗 前面能看到吗 这边看得到吗 铁丝网都看不见得那么宽阔的一个地方 应该有二十几万平方 这个确实是管理起来不好去弄 而且我们家养的牛羊会比较苦一些 大家刚刚看到了 小牛耳朵上面就有脚耳机 可以用这些我们去铁铁自己家牛羊 牛羊都是一样的脚耳机 而且左边耳朵跟右边耳朵 它剪的形状也是不一样的 那要是剪的一样的话 可能很有可能跟别人家撞形状 那混进去或者是丢了的就不好找了 马的话就是大马印在左胯上面 这样去分辨的 而且也确实是不容易丢的 下一步我们打算在草场里面 弄一个太阳能的比较好一点的监控 那能看到的这个清晰度也会高一些 因为草场里面没有电嘛 所以可能只能动一个太阳能的 你这个真的是 在小牛小羊小时候就给它搅上耳朵 这个时候不会疼 愈合的快 而且也不像耳边 耳边可能会很容易掉的 而且不明显 他的宝宝没到吗 也就在这 也只是在邪气下来 你 拉哪儿 我 我 这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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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